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放弃 而且连原来的那个特别不受欢迎的副总统也保留在内 Khamidia Harris不仅共和党笑他 民主党的很多人讨厌他 民主党就像Hillary Clinton输给特朗普的时候一样 就是很多人会根本不喜欢Hillary 所以虽然是民主党的不去投票 您觉得2024年美国大选拜登和特朗普谁上来 对于中国来说会更好一些 根本上来说的话差别不会很大 就是日子过得爽不爽而已 也许一阵子这个爽一些 一阵子那个爽一些 但是他们要打压中国都是一致的 像拜登也许可以捞到一些欧洲的这些小兄弟跟着走 特朗普就不会 但是特朗普想腹底抽薪 直接跟俄罗斯搞起来 然后去孤立中国 所以有好多好多不同的考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者 转发 打赏支持者 ya